接着有Office想问 他说如果想买入一个长线收息的话 究竟选哪一款好一些 他就问盈富、领展、3988就是中行 还是香港欢频好一些呢? 如果是买的话,现在又买得了吗? 看看你推介哪一款 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介 其实刚才说了几款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收息的选择 但是当然我觉得除了收息之外 我们也要考虑业务的前景 其实年轻者,例如领展、中行 又或者是香港欢频 业务上都比较稳定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我自己去选择 我觉得领展反而当中看得比较正面 虽然它的息率他未必是最高 因为他现在得到大概四厘左右的息 但是如果以四厘息 只计他自己来计 其实也算是过去这十年、八年 最高的一刻 其实那个息率是算吸人的 在身上 我想刚才提到就是 除了看息息之外 也要看看业务 其实领展的业务面 也有一定的复苏的憧憬 通关冲警 甚至乎他在疫情里面 其实除了本地业务之外 都做了一些海外的并购收购 其实如果你说慢慢整个经济 全球是回复正常的 其实他这些收购的回报率 是挺高的 虽然我觉得 我认为中长线 其实不是一个差的选择 而且你拉近一些 未来消费券的因素 即是钱开始下大家户口的时间 我觉得对他的带动性 都会有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选择 我会比较倾向领展 但是价格其实也有 低位弹回不少 甚至乎近期有势 都是不差的 我觉得你可以先考虑 在七十四个多至七十五这些位置 叫我先下第一柱 如果有机会下低一点 才慢慢再称货 会比较合适 会比较合适